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体四次曝光了赌王出兵是在7月10号 何长雄很快就曾经说目前尚没有决定具体时间 他虽然说是带头操办 但是还是要尊重家人意见 协商之后再决定 不久之后四方儿子何友军也是发文回应 修改认证不孝顺争产质疑 何友军表示说认证是去年提交的 28号依然是需要补充资料 但是不明白微博为什么还要在敏感时期突然通过 何友军就否认生子是为了争产 他15岁之后家产就已经分完了 从赌王那里没有拿到一分钱 而四太要给何友军50亿的资产的公司 但是何友军是拒绝并且是到上海创业 而现如今公司的估值是6亿元 何友军也是自称学历是货真价实的 他考上麻省理工全部都是靠努力 其中有很大部分原因是想让父亲骄傲 而包括是生儿子也是想要帮父亲圆梦 何友军的回应也是得到了许多网友们的支持 但是还是有很多吃瓜群众们觉得 何友军的回应很有问题 就比如说他说这些钱我没有兴趣 而年初却是获得了四泰五亿的豪宅 而且何友军就说了 对于广大市民何鸿燊是一个伟人 用词意识令网友们感到不是 其中最大的争议还是有关于学历问题 何友军在文中也是写道 有小孩考上剑桥牛津是他多年的梦想之一 而多次为了成绩不好的小孩捐钱给牛津 多次也是出面的跟学校沟通 尝试把孩子应推进去 而这一句话也是被怀疑说是在内涵其他子女 暗示有人学历造假 紧接着有娱乐号就表示说 何友军是在内涵自己的亲姐姐 在昔日的采访视频当中也是透露到 何昌宇是差一点就进了牛津大学 最后就是回国念了香港大学 何友军也是认为姐姐是不想去牛津大学 所以说回国念香港大学 在这一段内容曝光之后 何友军又是再一次操操作 在两个营销号下面留言道 不是何昌宇他成绩很好 也是让人很费解 如果说担心误会家人 何友军应该是帮四方成员辟谣 他却是只辟谣了自己的姐姐 而目前赌王的子女高学立场员帮扩 二房何昌琼 何昌凤 何友龙 三房何昌云 何友启 何昌延 四房何昌宇 何友军 何昌星 而当中大部分都是有着在国外留学的经验 何友军也是只盘出了自己和姐姐何昌宇 而妹妹何昌星会如何看待呢 难道要等到营销号出来吐槽妹妹的时候 她再站出来回应吗 而二房三房她没有一个子女 是在牛津大学进修的 而赌王也是费计心思的 想把他们送进去 是他们不够资格吗 还是说他们不愿意去 本来赌王就刚刚病逝 外界就将关注着 五千亿商业国王的分配 何友军却站出来辟谣 家产已经分完非常及时 却又是抛出了一个新的争议 再一次引起了火力 众所周知 何友军的父亲和鸿燊 是澳门的赌王 是活跃在港澳的大富豪 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 控制的财产就已经达到了 五千亿港元 何鸿燊的叱咤上海 曾经也是帮助过 中央在香港和澳门 恢复了行事主权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 何友军的母亲是梁安琪 梁安琪年轻的时候 是广州文工团的舞蹈演员 1986年也是在四恩舞会上认识了何鸿燊 被赌王看上之后 也是经过不断的接触 1989年 梁安琪才正式的成为了赌王何鸿燊的四仪态 很多人也会很纳闷 为什么都到了20世纪晚期了 香港还有那些现象 其实英国在清末管理香港的时候 就直接适用了大清利率 而且清利是允许合法拥有窃室的 甚至还可以取得那些文书 直到1970年代 香港才废除了大清利率 但是不少香港人还是延期了旧的习俗 没有文书就对外宣称是白走习 而通过这种方式来代替那些的文书 有一些男性是很向往一夫多妻制的生活 殊不知这种制度真的是恢复的话 那么性资源也会更加的集中在 垄断到了中高层次 而低层男性的光棍率就比较高了 而社会冲突也会更加严重 莱安琪是精明能干 在何鸿深的支持下 也是经营了赌场传媒房产登领域 收获波峰 曾经入围了福布斯香港富豪榜吴时强 莱安琪和她丈夫一样 在政界也是享有一定地位的 很多女性是通过嫁入豪门 实现了阶层的跨越 靠着忧郁的家庭背景和良好的教育 和友军从小到大都一直都是智商高 猛力强的形象 展现在时限面前 1995年出生的何友军 上学期间数学成绩就表现突出 还曾经在中学阶段参加了英国的数学竞赛 并且获得很好的名次 2013年的时候 18岁的何友军 也是获得了麻省理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入场券 何友军也是选择了麻省理工 这两所学校的任何一个 都是让普通人梦寐以求的 而何友军却可以随便选择 何友军最终选择了综合排名略逊的麻省理工 而这所顶级学校也是依托了美国的强大国运 以工科和计算机科学著名 产生了90多名莫贝尔德将 而中国人比较熟知的知名校友就有 前学生贝律明 张朝明等人 而其中的商界精英张朝明 以科技潮南和娱乐人设 也是持起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互联网行业 而美国大学采取的是积分制 和大陆四年的严格学制不同 2016年的时候 何友军就成为了麻省理工大学的金融硕士 2018年1月份 何友军也是参加了最强大脑第五季 他在华荣道上的表现也是让人很震惊的 这也是刷新了人们对于富二代的认知 很多人以为富翁子女只会是奢侈享乐 结果就发现何友军是勤奋又才华爱科学 明明就可以靠颜值和家境 却是非要靠才华和智商 事实证明 很多人既比你聪明还比你努力 这也是加剧了贫者欲贫 富者欲富的满台效应 2018年4月份 何友军也是成立了澳门电子竞技总会 并且担任会长 王思聪是担任了荣誉会长 但是这个行业和父亲和同生的核心产业 相关性是很少的 而该协会主要是负责 打造澳门电竞事业的良性生态圈 为电竞从业员递上卓越的就业条件 足兼代表队争夺国际赛事殊荣 但是以澳门本地的人才数量 想要在这个行业有所突破的话 成为业界领袖者 目前来看还是要走很长的路的 何友军参加了最想大脑之后 也是越来越像娱乐圈人士了 离商界财训的形象 也并没有完全树立起来 2019年5月13号 何友军也是在上海 向超模女友西孟瑶求婚成功 但是有网友就爆料说 该求婚地点是母亲名下的商场 这也是等同于说 给自己的家业做了一波宣传好投 还有网友们评价说 该求婚一事为是土味相村爱情 总之差评也是比较多的 然而在2019年2月至4月 赌王的三房家里面 也是充满了各种恋爱生死的消息 而求婚因此也是给人一种急切的想壮大 四房的人金印象 而婚礼这种事情在大家独钟 也绝对不仅仅是唯美爱情那么简单 这涉及到产业的继承 家族的地位 资产互通等很多因素 更像是一门政治经济学 2019年7月份 何友军和妻子 也是分别的在微博 删除了结婚证书 而同年10月份 何友军也是宣布 妻子西梦瑶生子的喜讯 何友军的商业成就 和之前的学业恋情相比 就不算太辉煌 所以说 微博的更正事件 也是很容易给人不靠家族 自力更生的形象 但是出于血缘关系 和家族基金等因素 何友军可以继承到资产 和有形的财产 也是依旧可观的 通过资产的先天渠道 再加上团队运作和形象设计 何友军的商业大局 也是正在合理布局中 而数死的骆驼比马大 何友军虽然说 不一定是像二房子女那样 掌舵着赌亡的核心财产 但是依然是可以 在港澳地区施展全手 何友军5月29号 在今日头条首度发文 并且感谢网友们的温暖留言 这个形象建设 也是真正的体现出了 商界财俊谦逊和善的人设 何友军年仅25岁 在继承了大量的财产之后 如果经过多云布局 相信一定可以在财富道路上 越走越宽 2020年5月30号 赌亡的三房女儿何超莲 也是更新的社交媒体 扇述了何鸿深的电视报道照片 来悼念父亲 何超莲也是配闻到 I miss you daddy 而看来何超莲也是 吸取了赌亡四房儿子 何友军的经验教训 用了四个英文单词 来悼念何鸿深 5月27号何友军 也是在微博和印子上 同时发布了一家全家福的合照 并且配了一个哭的表情 来悼念父亲 不过也是有网友发现 何鸿深的这个哭的表情 不是一般的哭 而是笑哭 网友们也是纷纷地解读了 何友军对于何鸿深感情不深 只是图何鸿深的钱 还有网友认为说 何友军是不该发一个表情 而是应该发布长篇大论 来悼念何鸿深 要不然就是没有诚意 西梦阳也是在印子上 回复了何友军 也只是用了一个简单的心碎表情 没有任何言语 网友们也是质疑 何友军和西梦阳夫妇 都是冷水动物 而对于何鸿深没有话说 5月29号 何友军也是在微博发布了长文 面对质疑 其中有一条就是 我伤心发微博 还需要批准发什么内容吗 为什么发哭的表情 是因为当时在哭着 何超连当时肯定也是在哭 但是他不能只发哭的表情 而是要发 I miss you daddy 要不然也会被网友们轰炸的 而赌王的四方儿女 关系都很一般 但是何友军和何超连的关系 确实很好的 何超连1991年出生 何友军是1995年出生 两个人都是在和娱乐圈有关系的 而非著名的余平人吴清空指出 何超连曾经是和著名的歌手 吴克群谈过恋爱 和很多明星也都是好朋友 去年夏天 豆霄和唐烟也是拍摄的电视剧 烟云台 何超连也是屡次去探班 杀亲之后 何超连和豆霄也是碰不及待的去度蜜月 而且何友军和西孟瑶结婚了 西孟瑶也是唯秘的名模 本来是属于时尚圈的 而后来西孟瑶 也是因为参加了湖南威视的任人秀 《我们来了》而证明 而现在也是在娱乐圈混着 但了何友军看中的 并不是西孟瑶的明星身份 而是她的大长腿和美貌 更巧合的是 豆霄和西孟瑶也是好朋友 曾经两个人还有过绯闻 如今西孟瑶也是成为了 赌王的儿媳妇 豆霄呢 就成为了赌王的准女婿 只可惜 豆霄没有在赌王去世之间 和何超连结婚 所以说她也分不到任何财产 而西孟瑶呢 则是母平子贵 享尽荣华富贵 莎富贵